21号中午大陆央视主播在20分钟内两度宣读大陆外交部声明 指控立陶宛让台湾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 此举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正抗议 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大陆媒体解读两国正式外交人员只有大使跟公使 所谓代办已经是外交关系中最低的级别 事实上18号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正式挂牌运作之后 大陆外交部就以新闻稿强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立方负责 所谓的代办是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 向另外一个国家的外交部所派出的代表 而降级的下一步就是要断交了 而断交的下一步我们也知道冲突是一种可以预期的可能性 根据路透社报道 立陶宛21号发声明对于中国的决定表示遗憾 并强调他们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但也有全扩大跟台湾的合作 而相对于来自北京的压力 美国进出口银行则将在周三跟立陶宛 签署为笔6亿美元的信贷协议表达支持 TV新闻综合报道